我们通过微博分享互联网 很多情况下点击link地址去的网页包含太多无用的内容 实际上原本只想分享这一小块内容而已 要是可以剪下来单独分享这个片段就好了 于是就有了微翻简报分享 还是这个网页 我们先启动微翻书签 点简报分享 选择打算分享的片段 可以多选 选择完毕以后点分享 先预览一下即将分享的内容 在这里输入标题 准备好了点击一键云分享 几秒钟后 这个片段就被微翻的云服务 发布在你的各个市场媒体账号上 你的读者可以有很多方法来阅读 比如在手机上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网页的截图 如果你分享的是互动内容 那图片就不能直接互动 这个时候它需要点微翻书签 书签将直接在微博上嵌入你分享的片段 另一个方法就是点击附带的链接 来微翻站点上看你分享的简报片段 微翻并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交网络平台 而是把微翻用户在其他社交媒体站点发布的微博轻博客 都在这里聚合分享和推荐 它以内容和兴趣点为中心 利用现有社交媒体上已有的人际关系进行传播 做到内容和人群的相关性 而传播渠道的无关性 微翻不仅仅做到了跨越网络平台的聚合 还做到了跨越语言的聚合 微翻译是介于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之间 利用网络和云计算 将大量的翻译者集中起来的重包翻译模式 通过共享语料库和机器翻译来辅助人工快速翻译 随着翻译者人数和被翻译的内容的增加 语料库的数据会越来越丰富 系统可以提供的翻译候选项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翻译的效率会更高 还是这个例子 当这个英文的微博被共享到中文社区的时候 有双语能力的共享者 可以点微翻书签启动微翻译 翻译的过程极为简单 系统先搜索云上的语料库 找到来自历史上 其他翻译者曾经翻译的类似句子进行分析 找到最适合当前上下文的翻译后选项 翻译者选择 然后修改 即可提交 一旦被翻译 网络上的所有人 即可立即分享这个翻译结果 即使被转发 转载也没问题 微翻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交媒体的内容的聚合平台 无论你来自推特 新浪 使用中文还是英文 在微翻都可以聚合 分享和传播